就其實會帶入 一下就感覺要步入這個婚姻的年紀了 本來感覺離得挺遠 就感覺還是會比較心動吧 對 我之前有跟她說過 因為我看過她跟那個山本導演拍的那個片子 就是 你們要我們在一起 我就說特別喜歡那個片子 之前我就說想合作的哪個劇院 我就跟徐家大演 就我想跟靜雲 我有聽別的導演跟我說過 說誠誠想合作 第一次相遇是在電影界 9月那一次 她突然進到房間來 其實是想打個招呼 我以為她是來看徐帆老師的 我想啊 然後就沒了 我不好意思 我不能跟人家一上來就說 我特喜歡你的電影 加到微信 有機會正好我去拜訪 正好那天靜雲在裡面 然後翻姐就 你跟靜雲不認識嗎 快來加微信 對還是覺得很奇妙的是那個 就是有那個 逐著她去那個上臺的 有一張就是她穿白色的一個裙子 然後我穿了一個西瓜 對比的那張照片正好是在電影裡的 萬一翻跟著會 所以覺得還是挺感觸的 反正我那時候就跟她說了那個 就迷事想要請她來 但是就怕自己緊張 然後發揮不好 我說你別怕你 然後就把我也在 然後可能都 房間妹妹都能照顧好 就甭擔心你就來就吧 我問她吧 她問我在幹嘛說 就帶著我上湖海 我兩個人之間有緣分 其實就像這兩個人中間有一條線 慢慢地把它們拉進去 所以相識相知 很難 印象就是美啊 很漂亮的一姑娘 就很好看 我靜雲那麼美地走過來 還有 你看我哪一顆還行 看家伍的下眼 其實吧 我這個吻戲也演了不少了 但是靜雲這麼漂亮的 你讓我演繹 就是確實對吻戲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她老說我相信這隻小金毛 你不覺得她特像一個 就特別小隻的那個小金毛 就那種還是小 就兩個月大的那種小金毛 就比較溫順 這個時候我也跟被你更滿意的 這個吧 結果到了劇組以後 發現確實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 對 咱們可以看 私始至終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渴 最可愛的吧 最可愛的 都是覺得她還挺成熟的 就還是會覺得她有的時候 感覺會比我還成熟 就比如說我們帶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比較 社恐的人 就是可能我吃飯真的就是坐在那兒 但是比如說這些前輩啊 但是她就會帶我去介紹一下 過冰 對 誰認識誰 你找我 快找我 我翻帽子嗎 我只能夠 你不用動 我 你往前點 我 我在這兒 沒人能比你 我愛你 遠身沒肯定 怎麼說這樣 要不要選女孩 要不要選女孩 我不是說這個時刻 清晨 有禮貌 然後有幽默感吧 長得帥 首先擺在這兒嘛 長得高又帥 是吧 配合我 變黑流淋 思緒中清晰 明白你 陪著我聰明 我欺負我嘛 她也欺負不了別人 就只能欺負我 但是她的屏也不是那種 油腔滑掉的屏嘛 就是是 讓人覺得蠻開心的 是什麼 全世界最好的女朋友 大家都喜歡 就好 她還想什麼呀 舒宅雄 懶洋洋的 懶洋洋 我嘛 我欣然接受 可以的 你在做完 我一直在做完 我很難忘 我 有 在做完 我 千萬 我 替你 得不 我 但是真的很緊張 沒有,之前結婚沒有這麼完整